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大鴻輝 今集又跟大家說說MIRROR 藍團MIRROR昨晚出了最新的重磅單曲 《Hung You Down》 這首歌在昨天的中午十二點鐘在戚冊樂壇首播 一點鐘在各大音樂平台上架 到了昨晚九點鐘在MIRROR的YouTube ChannelMV首播 這首歌的製作班底 作曲有T-Mar的Jonathan Chan 填詞的周瑤輝編曲的Jonathan Chan和監製T-Mar 這首歌一聽下去就是一貫MIRROR的節奏強勁 又輕快 亦都有一些舞曲的感覺元素在這首歌裏面 那數數手指其實對上他們出團歌已經差不多是 對上一首就是Day Zero 那時候就是四月份 數數手指都差不多半年沒有出團歌 相信一眾的鏡粉就非常之期待 那這首歌的中段突然之間一個轉beat 我覺得整首歌是一個挺特別的arrangement 就是很少吧 你會見到通常那些歌曲就是 你是Heavy Metal 由頭到尾都是這樣 你是舞曲的就舞曲 你是有很多電子元素的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但是大家知道過往MIRROR的歌 很多時候唱到一段都會有點rap 但是突然之間轉beat 這個就真的比較少見到的風格 可以見到其實一班MIRROR 他們的製作團隊 甚至乎他們的一班鏡仔 他們都是想多一些求變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一個行為 這個感覺也挺令到大家有新鮮感 我自己就挺喜歡這一下突然間轉beat 這首歌的作曲和編曲 我覺得就好像感覺上是比之前更加trend 就是感覺是很現在的歌 MV有驚喜 很多時候看到他們的混鏡 甚至乎這個製作團隊 可能和MIRROR他們都合作了很久 變成都慢慢掌握到一些拍攝的節奏 我覺得這段影片就拍得挺好看 再加上他們的arrangement 每一個鏡仔都有自己簡單的show off的一部分 我覺得也挺好看 不知道大家聽完這首歌 有什麼感覺呢? 是不是我這一種的看法呢? 看回這首歌的文案 其中一部分就說 鋼筋森林冰冷如鋼 同時分裂如臨 人是拼命生存的人 也是充滿欲望的動物 欲望動了就是活著 今天穿什麼 披什麼 化了什麼 裝了什麼 床著什麼 又顯露了什麼 這些不同的場景 處處都是森林樹影婆娑 花枝朝政 總之就希望 碰到想碰到的 Hung Me Down 或者Hung You Down 那就是呢 其實你看到 為何這個MV裡面 一群鏡仔有不同的造型 有不同的Style 有不同的面貌 見大家 就是不同的類型 裝了什麼 披了什麼 化了什麼 收了什麼 顯露了什麼 在不同的場景 好像飯局 招式 車廂 電梯街道 做Gym商場等等 這些地方都會有不同的面貌 目的就是 希望碰到想碰到的 也不是因為 沒得選擇 只要盡情 因為怕會悶死 相隔了那麼久 沒有出MV 更加看到MV裡面的十二字 更加化身成一個 暴獵者的型格登場 有別於過去的團歌曲風 今次作曲作詞和編曲的班底 都以這個暴獵者追趕獵物的決心 作為這首歌的主題 曲風上面也突顯了主題特色 隊長Nokman介紹 今次的歌曲相對節奏變化會多一點 好像剛才所說 會有變奏 即是轉別 Rap也有多過唱的部分 另一樣很新鮮的是 首歌有三種曲風在裡面 Edan也有為大家解釋 前面很快很刺激很野性 去到中段突然變了輸情輕鬆的曲風 再回到原本的曲風 今次的新嘗試 希望也在廣東歌上沒見過 我自己也很認同 Jeremy也分享了自己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感受 他就說第一次聽《Hung Me Down》的時候 聽到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但弟子聽到就會覺得轉得很順很特別 這首歌提供到一個很野性的風格 在MIRROR沒試過的 在成熟了的我們 Edan也認同 就說是的 自己跳唱都跳得很爽 有種男人的味道出來了 很期待唱Live給大家看 去到首歌的最後一部分 就聽到阿姜插爆唱出 《You Better Run》這句 原來加入這句歌詞 都是他自己本尊的意思 江濤就說 其實是借鑑很多團體 在首歌的最後都會加一句說話 強調整首歌的重點 本身沒有想著是《You Better Run》這句 我純粹向T-Master提議 想加一句說話 在歌最後 因為我覺得整首歌要比較惡 在MV裡面 我們是一群狼一群武士去殺敵人 最後就出了《You Better Run》這句說話 我也覺得相當有型 所以江濤也說 排舞的力度和以往比較不同 每次都有新東西給大家看 想給大家不同的感覺 皮皮Fanky也說 其實這首歌是難跳過之前的舞 因為力量很急速和很穩定 再加上台要唱歌 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挑戰 要搬上舞台表演 整班人一起發力 的確是有難度的 今次首歌的MV裡面 也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Tiger就說 其實這首歌跟過去MIRROR其他的MV有些不同 當中會有很多CG的後期製作 以及我們的團歌MV裡面 有邀請其他動作演員一起演出 所以這個MV絕對值得期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影片裡 找到一些CG的畫面 或者一些動作演員一起演出 究竟 阿虎仔說的是哪一件事 大家在MV裡試試找答案 Fanky也說 好像回到那時候拍攝12怪盜 因為又要爬高爬低 Jer更加要站到很高去擺姿勢 他就說 終於克服了 對於克服了衛高的我來講 是一點都不怕 少少高 但OK 要高一點都還可以 至於 副隊長 AK就說第一次玩雷球棍是幾個人 不過要記熟一些步法 動作是比較難的 他說 他跟Alton兩個 就好像跳舞 記 step 記有少少的好處 但是都要練 要練怎樣好看些 Alton就說 以前也有碰過普通直棍 但是旅球棍就是第一次玩 還沒握機之前也試過很多次 大家看到 好像很順利很成功 但其實 握機以外也跌了很多次 證明台上週 一分鐘抬下十年功 這個樣子 從來都是活動的 Stanley代表哥就說 用武器就是日本的武士刀 他就說 這次第一次接觸日本刀 也挺好玩 還有鏡頭也挺有影 不過始終我們的工底 和武士出身 或者動作演員出身 現在空閒時候來做 訓練的堂數又不夠多 希望以後 多些接拍這個類型的戲 可以做得好些 再漂亮些 其實大家如果要留意 在MV當中 他們每人都有一套服飾 都有這個毛毛的元素 這次造型師 特別為了這班鏡仔 量身訂造 眾人 穿上的時候 都互相欣賞對方的裝扮 不知道是不是 武士 狼人 獵人 所以都要有這些 打獵的元素 有些毛毛 又比較入型 入格一些 Ian偷偷地說 這次的衣服 全部人身上都有一些毛 和其他成員聊天 安排了不同的動物角色給大家 Tiger就安排了扮老虎 開始看到自己有些動物的毛 就扮狼嬌 Lokman就說都可以做狼 因為他也試過扮狼嬌 此外 MV裡面也用了3D scanning的技術 再配合CG MIRROR瞬間變成機械人 在場景裡起舞 Anson Lo就介紹了 他就說這次有些scanning的科技 scan完每個人的樣子 就可以做到不同的打鬥場面 和一些跳唱的scenes 用上這個新的科技 是很有趣和很新奇 大家可以猜猜 誰才是真正的Anson Lo 誰才是3D scanning出來的Anson Lo 大家不只阿Lo 很多不同部份的鏡仔成員 到底誰是scan出來的動作 誰是他們本專自己跳 只要大家歡迎看完MV之後 可以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次跟大家介紹MIRROR的新團歌 Hung Yu Dan就說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歡迎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